《少年白马醉春风》是《周木南少年江湖》系列的其中一部,也是《少年歌行》前传。 《少年白马醉春风》以年少时的百里东军为第一视角,讲述了老一辈强者的成长史,也就是《少年歌行》二十年前父辈们年轻时的故事,所以两部剧有不少重合人物。 而这部剧也请到了好几位《少年歌行》的演员,在《少年白马醉春风》来演父辈,相当于演完儿子又演爹,这样更有代入感了,选角还是很用心的。 但对于演员来说,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,因为既要演出相似之处,又要给人的感觉是两个人,就需要演员吃透角色。 一,颜杰,颜杰在《少年歌行》扮演中年百里东军,身上的洒脱气质,还有对唐莲的关怀都演绎得很好,角色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。 他和墨衣的竹林打戏,还成了名场面,文戏,武戏无短版。 《少年白马醉春风》他成了年轻百里东军的爹百里成风,要不是看演员表,还真没认出来,飘逸的白发换成了将军造型,完全就像换了个人啊。 在外威震八方的白里成风,在家地位竟然是最低的。 二,白树,白树在《少年歌行》扮演狼牙王之子萧凌晨,表面上皮皮的不着调,玩世不恭的样子,实际上有勇有谋。 到了《少年白马醉春风》,白树演萧凌晨父亲萧若风了,身为北黎八公子之一的风华公子,举手投足,尽显王爷风范,充满英气和贵气。 白树瘦了一圈,这部剧都有棱角了,整个人帅气不少,真有贵公子气质,儿子还真是输给爹了呀。 三,范金伟,范金伟在《少年歌行》扮演北黎白王萧虫,幼年时被人所害导致双目失明,为人行事有帝王之风。 有雄心壮志去争取皇位却始终重上军道,后萧瑟放弃皇位,推其为帝。 《少年白马醉春风》,范金伟扮演了萧虫父亲景玉王萧若锦,从之前的批发造型,改成了利落的盘发,眼神也更加犀利,没有儿子那么柔和的感觉。 难怪白王能称帝,还真是和父亲一模一样。 四,沙玄,《少年歌行》沙玄扮演白小生肌若风之女鸡血,一头白发中性打扮,沐春风第一次见就挪不开眼。 《少年白马醉春风》又演鸡血母亲,只是把白发变成了黑发,发型都是一样的,中性侠女装束。 五,李芷墨,《小演员李芷墨》也同时扮演过这两部剧,只是角色不同了,戏份也少,可能不少人没注意到。 在《少年歌行》扮演墨衣妹妹略,在《少年白马醉春风》扮演童年易文君。 六,李鸿逸,李鸿逸在《少年歌行》是第一主角萧瑟,慵懒又傲娇,毒舌又有担当。 来到《少年白马醉春风》扮演萧瑟老祖宗萧,只有几分钟戏份,估计是出现在回忆中。 七,范进家,《少年歌行》的唐皇,在《少年白马醉春风》扮演父亲唐灵皇,都是范进家扮演。 八,沈林军,《少年歌行》的飞宣,是赵玉珍的道法传人,称呼李凡松为小诗书。 在《少年白马醉春风》扮演少年吴禅,都是沈林军扮演。 九,刘一龙,《少年歌行》白王护卫藏名,在《少年白马醉春风》扮演中飞展,都是刘一龙扮演。 十,曹玉珍,曹玉珍也还没上线,两部剧都扮演到剑仙赵玉珍。 《少年歌行》他和张维娜扮演的李寒一,这对情深远浅的CP让观众一难评,颇受触动,可惜这次李寒一扮演者换人了。 十一,沈宝萍,国家一级演员沈宝萍在两部剧中都演的国师齐天辰,白发白须,先锋道骨。 十二,杨子华,除了曹玉珍,沈宝萍都是在两部剧演同一角色,杨子华扮演的吕素珍也是同一演员贯穿两部剧演同一角色。 那么,你认出来几位呢? 演完《天龙八部》21年后演《少年白马醉春风》,他大便样没认出。 《少年白马醉春风》,《人物鲜活》,《打戏好看》,《剧情精彩》,《阳光开朗》,《少年们潇洒》肆意闯荡的群像剧,真的好然,牢牢吸引着观众注意力。 基调是《少年热血江湖》,这部剧也启用了不少年轻面孔去演绎那些少年角色,像《侯明浩》,《何雨下之光》,《朱正廷》,《胡八一》等等,一大堆帅哥美颜暴击,让人看不过来。 其实这部剧也有不少老戏谷,像《秋心智》,《沈宝萍》,《黄毅》,《吴代荣》,《修庆》等等,他们年轻时也是一代人心中的童年男神女神。 只不过,如今过去多年,他们变化太大,白发苍苍的老头模样让人认不出来了。 尤其是看到修庆扮演的无相使,要不是弹幕提醒,还真没认出来。 昔日西楚和北雀,男爵联手,都败给了北黎,北雀皇室有一只桃黎,去了天外天,建立了教派。 天外天之主岳封城就是昔日北雀的皇帝,而他的座下还有四大尊使,吴法、吴天、吴坐、吴相。 吴坐有两个人格,一个人格被李先生所杀,另外一个人格被君域所杀。 而吴相就是修庆扮演的。 吴相是魔教四大尊使之首,实力应该是半步神游玄境的存在。 岳封城闭关多年,想要突破虚念宫。 吴相就一直掌控整个魔教,可以说是真正的魔教之主。 野心勃勃的他对于公主岳瑶都不放在眼里。 他最终被君域打败后,死于夜顶之之首。 吴相使白眉白发白胡须,五官被遮挡了大部分, 谁能想到他就是21年前演过天龙八部慕容赋的修庆。 虽说他一直没演男主大火过,但慕容赋绝对让他出圈了, 成为演艺生涯的一个代表角色,也是观众心中的一个经典角色。 修庆出生于1969年,出演慕容赋时刚三十出头,也是颜值巅峰时期。 单看半相,修庆的确面目英俊,潇洒闲雅。 神仙姐姐王雨嫣还是只有15岁的刘亦菲扮演的, 但表哥要江山不爱美人,对着如花似玉吃恋自己数余年的表妹一脸冷漠, 冰块脸贯穿始终。 要是颜值不够,来演慕容赋,估计早被喷了。 但观众在看了修庆饰演的慕容赋后,还是非常满意的。 据说张继忠未求逼真,坚决不给修庆使用替身, 剧里边的各种打斗场面均是他本人亲身上阵。 武行出身的他,不仅身形其长,还拥有一身好本领, 武打动作干净利落,行云流水。 修庆在饰演慕容赋之前,几乎没有多少知名度, 而他也是在《天龙八部》播出后,才正式出圈, 演活了傲娇帅气的慕容赋。 从年轻时开始,就演了不少反派, 让他获得了中国反派投一号的称号。 这些年,也一直活跃在影视圈, 像近几年播出的《天圣长歌》、《陈情令》、 《请赐我一双翅膀》、《婉城之战》、《真相》、 《一见倾心》、《说英雄谁是英雄》、 《一人之下》等等电视剧中都有他身影, 涉及到的题材也很丰富。 光是今年就播出了《十九层》、《紫川》、《又见逍遥》、 《少年白马醉春风》四部剧。 《少年白马醉春风》在筹谋复国, 《天龙八部》的慕容赋更是一生为了复国大业最后封殿, 难怪有网友调侃果然是表哥, 一生都在复国呀。 那么,你有没有认出来呢? 《少年白马醉春风》, 《百里落尘是杀神》, 《李长生杀人过万》, 《不如温胡九》。 《少年白马醉春风》相比起原著, 整体来说还原度还是挺高的, 但是也有一部分剧情做了比较大的改动, 比如说《明剑山庄》原本应该是白发仙和月瑶出现, 白发仙甚至出手争夺不染沉的, 结果改了。 还有原著中这一段, 《百里东军施展西楚剑歌》虽然有一些经验, 却并没有那么强大。 还有比如, 前面天外天无作尊时出现在学堂大考之中, 《百里东军》和夜顶之根本就不是对手, 但是剧版却变成了是夜顶之自己自在递敬的势力, 加上用残缺的不动明王宫直接吊打无作, 还有《百里东军》使用西楚剑歌, 也能吊打无作, 这简直有一些离谱, 毕竟《百里东军》一个在温室长大的花朵, 能够跨越好几个境界, 击败半部神游玄境的强者, 想想都很夸张, 《百里东军》的确是出出茅庐的小伙子, 实力也不高, 这一点毋庸置疑, 毕竟如今的他只是金刚凡净, 剧版完全没必要让他如此强大, 从而拉跨了整部剧的战力, 而随着《百里东军》和李长生游历江湖, 实力也在生死魔力中逐渐变强, 到最后成为半部神游玄境的他的确有着吊打无作的实力, 但他如今的确靠的只是他的身边之人的威名, 还无法自己闯出一方名趟, 《百里东军》的身边之人可一个个都是狠角色, 这部剧里面后期有四大魔头的说法, 这四大魔头分别是叶鼎之, 还有北离大监浊青, 怒见仙岩战天, 直散鬼苏木语, 这四位算是魔头, 可是和《百里东军》的身边之人比起来, 却算不得什么, 可以说即便是《百里东军》是小角色, 不修炼武功, 也能凭借他身边之人的威名过得很不错, 为什么说《百里东军》身边的人比这四大魔头还要强大呢? 首先他的爷爷镇西侯《百里洛臣》, 这位是被称之为沙神的存在, 论实力他或许不算很强大, 但是这位却是三十万破风军的主人, 征伐沙场,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场大战, 被誉为沙神, 曾经坑杀十万大军, 可以说这位的名字令人胆寒, 但是《百里洛臣》固然令人毛骨悚然, 却毕竟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, 毕竟这位沙神如麻, 靠的是破风军。 至于第二个, 则是叶鼎之了, 叶鼎之是《百里东军》的好兄弟, 其实, 如果《百里东军》如果没有修炼, 安安心心地做他的九仙, 叶鼎之按照正常的情况发展, 最后成为魔教教主, 率领天外天之人一路东征, 杀入天启城, 不知道杀了多少人, 但叶鼎之杀害的都是一些武林高手, 那些士兵之类的都是手下去做, 后面杀到了天启城, 杀到了泰安殿, 若不是《百里东军》阻止, 只怕这位真的可以以一己之力横扫北离, 最不济也可以和南爵分庭抗礼。 而《百里东军》身边最强之人自然是李长生, 李长生活了180多年, 杀人自然不在少数, 在他返老还童, 进入唐门之后, 唐门老太爷甚至曾经推测, 这位手底下的人名上千条, 而李长生却颇为平淡地表示, 这你可就说错了, 一百年前唐姑关一战, 我就杀了一万人, 那时候, 你的父亲都还没出生呢? 李长生的巅峰时刻就是在唐姑关之战了, 也就是他百岁高龄的时候, 那个时候是他和师仙共创师剑爵的时候。 不过相比起这些人, 真正的杀神其实是百里东军的舅舅温胡九, 为什么这么说呢? 别人都是杀人如麻, 但是这位却干了一件天怒人愿的事情, 他江湖中号称毒菩萨, 却曾经毒杀了一座城的人, 一城之人当然不止万人, 这位背后的毒死你三字就是温家, 剧毒三字经, 十分可怕。 可以说, 相比起李长生和百里洛臣, 这位手下亡魂更多。 总而言之, 百里东军身边有着真正的四大魔头每一个都是狠角色, 当然他们中除了叶鼎之, 其他都没入选魔头行列, 因为有别的原因, 百里洛臣杀的是外敌, 还知道不轻易掀起不易之战, 李长生杀敌过万事出有因, 而且是百年前的事情了, 无人知晓, 至于温湖九毒杀一座城, 应该也是事出有因。